音樂 來 在這邊歡迎我們《樂天桃園》的內野手林立 林立好 哈囉 大家好 那林立也是今年我們美金龍的簽約選手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今年所使用的裝備 那再請林立介紹他今年所使用的裝備之前呢 想先問林立 就是你從小打球到大 或者是說在還沒打球之前 你對美金龍的品牌印象是什麼 因為從國小開始打嘛 學校給的丁寫幾乎都是美金龍的嘛 那大家就會覺得 美金龍是打棒球不可或缺的牌子 到現在用一用一用發現 一般外面定做的可能就是大小 球當量 可能當然美金龍就是比較細嘛 就是厚度啊 他的刀膜啊 接起來感覺就會是有差別 也是為什麼當美金龍要詢問你要不要簽約的時候 然後你馬上同意的原因嗎 當然是因為在台灣要被美金龍簽約 其實沒有幾個人啊 頂多只是拿到他們的贊助裝備而已 但真的要量身定做是很難有這個機會 剛剛看到你講量身定做笑得出來嘛 剛好讓你來介紹一下 是因為他戴起來比較合焦 比較不會說有東西卡在那邊的感覺 就是比較舒適啊 對啊 他在每個地方就像這個袋子 可能可以選很多顏色 像這次就白色 配個紅色 再配球隊的酒紅色嘛 看完這個林立的打擊護角之後呢 就要來請他介紹一下他 經典吃飯的工具手套啊 高中我有自己買過美金龍 自費買 對自己買 就是那個型用不錯 所以也是跟潘哥一樣 沒有在幕戶上面 我直接寄手套過去日本 讓他們去看之前那個形式 因為可能年代久遠 你自己也不知道這個四十二型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美金龍有很多的內野手的手套 刀膜可以挑選 然後甚至是同樣的刀膜還可以來去加長度 那你今年挑選的這個手套的樣式 跟你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美金龍把我準備 因為這是他們的新的型嘛 那就是讓我去試看看 那你自己在接球上面 你喜歡什麼樣子的感覺 靠近手掌一點啦 因為拿比較方便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面比較開一點 這球面大一點 美金龍大概就會挑選類似的型 就是類似的型然後讓我去試 那你的外野手套呢 因為這是你去年的新手位嘛 波隆波隆的手套 因為他有留意咖在隊友這邊 所以那時候去外野沒有手套 就剛好借了一下 然後用起來還蠻順手的 所以就騎美金龍幫我做一個 再來就是這個logo吧 藍標 就是奧運標 大家都很想要 但有錢也買不到 蠻幸運有這機會拿到這個標 這什麼套啊 那據我所知啊 美金龍在你的釘鞋上面 也用了就是許多可能不同的材質 來幫助你在場上的表現 那可不可以請你來介紹一下你的釘鞋 鞋面就像胖克它是比較好的 我有試過 但就是穿起來可能會比較舒服 可是在跑的感覺就會 你覺得反應會比較頓 會比較頓頓 所以我就做的比較 就是沒有什麼軟墊 鞋底 然後接觸到腳 在移動上 反應會比較敏捷一點 感覺那個腳感會比較敏捷 對就是 要準備衝刺的那種 瞬間啊 或是移動手臂的話 都會比較輕盈的 那你的球棒的部分呢 你自己喜歡什麼樣子的球棒 球棒其實跟潘哥是一樣的型 可能在重量上面我們就會調整 有沒有挖頭 可能有時候這個階段我是打有挖頭的 但是下一個階段我可能是打像 他剛剛那一隻沒有挖頭的 平的 所以你自己也是喜歡可能平衡型的球棒 但是在棒頭的一些重量上面 會會做差別啊 就是可能身體狀況比較好的話 可能就會拿沒有挖 但是現在有時候疲勞還是怎麼樣的話 就是會拿有挖頭打控制 聽你介紹了這麼多啊 就是你所使用的球具 然後你想要的需求 就美金龍這邊也都可以幫你處理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聽到美金龍要找你簽約 你很開心的原因吧 對啊 因為美金龍就是 在棒球裡面就是算最頂尖啊 能夠給他們簽約是 自己的一個機會啊 但就是希望這些東西可以幫助到 我在球場上的表現 那聽完林立介紹他今年所使用的球具 以及他與美金龍簽約的感想之後呢 我們可以說美金龍就是你在棒球場上 所使用的最專業的選擇 那我們也謝謝林立的分享 謝謝 謝謝